一个故事,一段经验,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子日儿,夏丽有个怪题,就是喜欢给人掏耳朵,家人,朋友都被她掏遍了,尤其是看到别人的耳朵里有儿室的时候,特别想把她给掏出来,如果不掏出来的话就特别难受,贫穷家人不管怎么说夏丽,夏丽就是改不了。 前几天夏丽在给儿子洗澡的时候,无意中看到了儿子耳朵中有许多的耳屎,如果当时不是因为在给儿子洗澡,夏丽恨不得马上去拿东西给掏出来,当洗完澡后,夏丽因为忙,就给忘了这个事情。 第二天中午的时候,夏丽突然想起了这个事情,于是把儿子给叫到了身边,然后拿出掏耳朵给儿子掏耳朵,没意会,儿子突然就大叫了起来,一直喊耳朵疼,坚决不让夏丽再掏了。 夏丽只好作罢,医生检查后说,以后再也不要给宝宝平白掏耳朵了,这次只是短暂性的失聪,问题不大,好好痒痒,如果再出问题,以后就不好说了。 此生提醒,一,儿子又叫叮咛,是玩耳道的叮咛线线分泌出来的一种淡黄色的粘稠度,是用来保护耳道的,对于儿子不多的宝宝,妈妈不需要做特殊的处理,一般情况下可以借助张嘴,咀嚼等运动自行排除,二,如果宝宝儿子过多的话,就需要定期帮宝宝清理,如果不及时清理,容易阻塞宝宝耳道,逐渐形成叮咛色。 如果宝宝耳道完全阻塞后,出现频率下降,耳鸣,耳朵等情况。 三,如果妈妈有强迫症,或者逃耳朵的怪皮的话,请一定要注意,不要伤到了宝宝了,最好不要使用尖锐的东西啊,除了二勺,货柴等,更加不要使用牙签,发卡,货柴棒,水理心,这些稀奇苦坏的东西逃耳朵, 不然很容易引发宝宝外耳道的发言,孩子不爱吃饭,孩子怕人,胆小,孩子体弱多病。 如果你有这些月儿困惑,请关注我吧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